上周公民消防队接到报警 称公民一公寓有浓烟冒出 看似有火情 消防队员迅速赶到现场 由于听到屋内有小孩哭声 又没有人开门 消防队员决定破差 救人 索性铺就及时 屋内的孩子没有受伤 警方调查发现 这起火情的肇事者 竟然就是这个刚刚救出的八岁男孩 记者也从警方处了解到 由于大人去上班了 就有老人在家看护孩子 下午四点老人出去买菜 就把男孩一个人反锁家里了 他一个人无聊啊 竟然玩起了火机 不顺便把床上的物品点燃 才引发了这一次火情 我们要加强这个对小孩 家庭那个小孩的这个 监管啊 我们一直都要 帮他们 说这个问题的 以后更加要加强这个 小孩子这个安全方面的 技术 从大人的这种意识 消防的意识 感谢 谢谢大家